俗话说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我国地域广袤 民族众多 有些风俗习惯不尽相同 比如回族不吃猪肉 歹族不准摸头 特别是女人不能随便摸别人的头 而有一个忌讳 大多数民族都比较忌讳 特别是汉族和满族人最为看重 儿子结婚和女儿出嫁 是件高兴的大事 尤其是女儿在家成长了二十多年 突然嫁到别人家 父母总是盼着多来回走走 作为女儿的 时不时的回回娘家 逢年过节的 更是一定要回来的 但你们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件事 怎么出嫁后回来有点生分了 晚上要留下来过夜 不能和丈夫一起睡 请理解年老的父母 很多地方确实有这个古老的习俗 以前是因为你没有嫁过 当然没有体会到 嫁出去女儿 最好不要回娘家和爱人赖在一起睡 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很多 在封建社会是很严格的 尤其是迷门望族 达官显贵 亦或是书香门第 将门向后 对于礼教家规是相当敬畏的 其实不光他们 平民百姓也一样的默默遵守着 六辣不搬家 搬家两头抹 二月二龙抬头 逢雾不上香 逢丁不剃头 这些东西还有多少人记得并遵守了 打春不往门外泼水 泼了来年请人干活就要下雨 吃年夜饭不能喝水 喝了就要饿饭 屋里大扫厨要缝水 缝火的日子要有火灾的 这些东西年轻人怕都没听说过 对于嫁出去的女儿 也是有很多条条规规的 初假当天不许哭 哭了就不吉利 不到娘家新娘子的脚不能落地 落地了后半辈子会命苦 新郎官要负责把新娘子 从娘家舅子手里接过抱到花轿上 现在没有花轿了 要抱到婚车上 父母要在女儿出门后泼一盆水 代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以后关系不大了 我想可能是不愿再让两家人 太过于思念 缓一缓相思之苦 早些年要求新娘子回家 要到天黑以后 说是不能看到乌吉 出嫁后第三天一定要回门 回门要夫妻同行 必须留在娘家过夜 那么问题来了 过夜怎么过 不好意思 虽然已经明媚正去了 但不能睡在一张床上 每家每户都有神居住 乌吉上的江子牙位子 大家都知道吧 其实不止一尊神 堂屋有镇宅神 厨房有造网业 门上有门神 还有财神 往年都有石墨 还有白虎神 而女儿既然已出嫁 就属于外人了 晚上再和丈夫一起睡 难免会有云语之事 这是银邪 会冲犯神理 在我家乡流传一句古话 娘家同床 家破人亡 是犯了很大的忌讳 当然了 作为儿子 也不能在没有结婚以前 把女朋友带回家同床的 野花进房 家破人亡 家里会不吉利 回娘家同床 不光是因为银邪不吉利 还有就是万一哪一次同床 而怀孕 这个孩子会带走娘家的运气 就算父母答应 大舅子小舅子 也不会答应的 还有就是 嫁出去的女儿 更不能在娘家生孩子 所以快要临盆的女儿 是不能回娘家的 在娘家生孩子 会给娘家带来血光之灾 因为生孩子要流很多血 而这种血是不干净的 虽然这些东西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迷信 但也不是没有一定根据的 我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不要去全盘否认 即使你违反做了 也不会出事 就好比道德这种东西 就是很好的约束工具 你偷偷的违背道德 做了坏事 报应也不会说来就来 但心里总会有些不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